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抵产顾市会 今天这个故事呢 是我帮我的一位香港客户 在美国隔空卖房的故事 他三年前买了一个房产后呢 就直接交给当时的一件来打理 然后呢 去年就让这个经纪帮他上市卖房 大家都知道去年这个房市是非常火热的情况下 他的房子上市了很久都没有卖出去 所以呢 他通过朋友来问我 我收到地址以后做了一个市场分析报告 发现他这个房子上市价格仅仅150万 完全低于市值 我就问他讲 这个价格是不是标低了 是什么原因 是你自己要求的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这客户就说 他也是觉得这个价格开得太低了 但是呢 他当时的agent就非常坚决的告诉他说 他的这个房子就值这个价 首先呢 他是不满意这个卖价 第二呢 买房以后一直交给这个经纪打理 但是呢 他打理的不是很好 很多事情呢 都拖拖拉拉 第三呢 这么火热的市场的情况下 他把房子卖上市很久都没有卖掉 所以呢 卖价就考虑换一个经纪 就通过朋友的推荐呢 找到了我 我就先跟他之前的agent说要沟通一下 然后呢 做一个交接 然后我们再重新上市出售 这个客户呢 就同意了 去联系他之前的那个agent 然后呢 我的助理呢 也proactively跟他之前的agent联系了 交接管理和出售 但是这个agent呢 就是各种理由 各种理由 各种原因都不配合 拖了半个月左右 就是拒绝交注钥匙 也拒绝配合 然后呢 我们就干脆想个办法 直接找锁家来换锁 我们进去以后一看 这个房子里的内饰做得非常的乱七八糟 零零闪闪的二手旧家具随意陈列 这肯定是影响观感的 所以我们就通知那个agent 搬走他自己用过的旧家具 摆在那里 不仅不能够帮助销售 还暗眼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重新打扫房间 同时呢 做了专业的内饰 staging 而不是用像之前的agent 用他自己的旧家具来陈列 我们再上市出售 这个房子呢 我是以159万8重新上市 当然 我的目标也不仅仅只是卖这个价位 是想要帮他卖个更好的价格的 上市一桌左右 我就已经帮他找了五个买家 收到了三个offer in writing 其中两个买家是跟之前的agent 有打过交道的 他说他们之前跟之前的agent 发过邮件 电话 短信 一个都不会 想交offer也不理 这就很说明显了 就之前的agent五六个月 都卖不出去的房子 他其实根本没有真心 想尽快的帮卖家销售 而是想等到一个有一个 愿意让他作为买家 代理的买家 两边通知 这也就非常明显的 不专业 不道德的说法 我收到offer以后呢 挑了一个质量 最高的全现金的买家 两周时间之内呢 就以将近163万的价格成交 前后总共货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交易 所以呢 这个客户卖方非常非常开心 说幸亏找到了我 之前还以为自己的房子 真的就卖不出去了 也是非常感慨说 买房卖房 真的要找对地产经济 不然到处都是坑 火热的市场 好好的房子 半年卖不出去 还自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故事呢 也就是用实力提醒大家 买房卖房一定要擦亮眼睛 找对专业负责的地产经济 不只只是帮你省事省心 更是能够帮你避坑 帮你成功的上案 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帝 点赞关注不迷路 地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 再次回来 再次回来 再次回来